很胖啊 好像我那麼胖 就是這樣才正的 這個怎麼看都不像鴨 它裡面就有鴨 還有芋頭 很香 這麼多小姐姐 制服的 白大衣 作為一個廣東人 真的離不開湯水的 聽說蟲花這裡有一間豬肚湯 很出名的今天專門開車過來試一試 對呀 喝什麼好笑 招牌的豬肚湯最小 小的有多少大 兩個人那些 兩個人夠不夠飲 夠飲的 還有香芋鴨 這個是不是煎的 它是怎樣煎的 你都不知道 肉是沒有骨 沒有骨的 沒有骨的 好 好 那再做一個香芋鴨 耳沙腸是什麼 耳沙腸是什麼 豬腸 嘗一下 紫蘇炒耳沙腸 你的手機越來越蒙 現在要拿去做 那不就拿去做 哪有錢 你知道我的 手頭緊 不如你先量一下 沒錢 我就教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抖音錢包裡面 放心借 你打開抖音 在我的介面裡面 進入抖音錢包點 放心借 點擊激活壓度 接著要求是申請 最高的可以申請20萬 接著等你資金到漲 然後還回去 那就行了 這樣嗎 那我馬上試試 先看看 啟花了 這塊很肥 好像我那麼肥 就是這樣才正的 是不是 通常肥的才正的 煮得很軟爛 這個湯我研究了很久 它是挺出名的 可以說的 有一段歷史 紅島幾指 北歧港心煮的 又是我可以一煮飲勢系列 這個湯很清淡 其實它除了少許羊材味 就是豬肚 那就一樣吃西餐 一樣是高餐 這塊很棒 辣椒豉油 很好吃 我喜歡吃這些 你不要吃光肥 留些瘦的東西給我 當然要吃肥的東西才好吃 我們不斷在這裡沒有肥 沒有人搞瘦的 有些肥的東西幾個錢 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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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 最頂的那塊 最爽脆的那塊 嗯 很香 豆豉油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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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頭 我煎成這樣 它是沒有骨 沒有骨 裡面的肉是一塊塊 又是剁爛了 一片的 這是什麼汁來的 天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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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可以了 他吃的 我不行 怎麼看都不像鴨 它裡面就有鴨 還有芋頭 其實是肉 不看它有鴨肉 有芋頭都是臘腸 先嘗嘗 我忍不住這個 很香的 口感好 味道好 一咬下去 面子是脆的 裡面是我最喜歡的那種芋頭 我芋頭喜歡的那種 它是滾爛的那種 但是再咬下去 還有些鴨 還有些 蠟味的咸香味 很好吃這個 這個就是煮食來了 我已經覺得 我以為它整塊鴨 是加了些芋頭 是剁碎了些肉 不是 剁碎了些肉 泥都攬了些芋頭 有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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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香 我勸你不要撈汁 我正想說 我想撈汁這個問題 好香 牛豉、紫蘇味 除了這些菜 很有特色 小炒很有鑊氣 夠香 夠有特色 為什麼叫涼蒼呢 這塊雞 這塊雞 就是買米的 別人說這塊叫有米街 這間叫油煎 這間叫鮮 這間叫鮮 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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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很香 口感很棒 口感很棒 五口香 喝不喝得了 湯都喝得了 湯都喝得了 口感很淡 湯是黃 厚汗 今天是我唯一真對不起她的一頓 正是不忘了我們特意開車走 重快喝湯 但是我們發現了這隻鵝 這隻鵝真的很不好吃 又有特色 肥谷探家伯,不用哭了 记得关注我,我要够肥的 一条吧,好吗?一条,全部吃完吗? 皮很脆啊 够不够吃吗? 够了,早餐而已 这位是猪杂,即是大粥,这位是烧鸭 广州的烧鸩店,广州烧肉吃得多 澳门烧肉都出名,又好吃的 清远周心烧肉都出名,但我真的没吃过 今天特地过来试试它 到够了,周心鸣鸡烧肉 怎么卖的?一斤 一斤,还有什么吃的? 皮啊 脂是什么? 皮啊 哦,纳米茄,哦,要够肥的 一条,好吗?一斤松一点 一斤松一点 打包也吃了 路程远,这皮很脆啊 很漂亮 这里整条路都是吃这些烧肉的吗? 二斤松一点 哦,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二斤松一点 六十六 没问题,里面有其他东西的 这里有埋单 哦,这里有埋单 一碗大粥,一碗烧骨粥 一碗烧骨粥 炒过米粉 去厕所找到一些漂亮的东西 我和你说,这个油炸柜 真的好想看到这些还这么薄的 我和你说,这些烧肉是我拍了这么久的视频 第一次我想拍照牛年一下 为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它真的很漂亮 小枝也很漂亮 这里的东西有一个自形的薄 油炸柜是薄的 烧骨的皮也是很薄的 肥瘦均匀 哦,这些皮真的挺薄的 这些皮很漂亮 蘸砂糖 有些人不喜欢蘸的,但我也喜欢蘸一点 哇,很脆啊 这一块,打包回去煮粥 小骨粥 嗯 烧肉呢 那皮就够脆 是它的特点 它香呢 在哪里香呢 那些瘦肉的位置 那些烧腊味香 另外一种香就是它的肥猪肉的油脂香 起脆,入口即化 这一排就有骨的 这一排就是你最喜欢 嗯,在这里 你喜欢这些人,这些你喜欢 五花 有皮,有瘦的才好吃 嗯 炒粉 炒粉你刚刚看到很香 对,不是很香 炒均匀 不紧张吗 这个是大粥 周心除了烧肉之外 周心大粥也是很出名的 这碗是猪杂 即是大粥 你吃这碗,这碗是烧鸭 是不是 我两个出名是什么 整碗都是肉 神经病 很贵的 没有粥的 这个自己加进去 大多多骨 哇,那些猪肠很大 嗯,先做一块 那胡椒粉 哇,好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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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我们很丰盛 吃粥也吃得好 周心大粥 再加烧肉 我们吃大餐 这个我吃不可以打包 这个真的很好吃 待会我们再买一条打包 走 那个粥底很漂亮 你看 这胡椒粉 不会的 很多人都会吃你的粥 真的要试 好吃 真的好吃 口感很滑 嗯 整碗都是猪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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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皮起一斤 猪肠 什么可以代表到广东的味道 除了拉腸之外 烧腊肯定可以代表到 那些广东话都说 山头叉烧好生来的 用烧腊来形容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这是我一碗烧骨粥 因为有这么多猪肠 我自己都没吃完 我自己都没吃完 你粥都吃完 还这么多 你怎么给我 烧了 我一碗粥我越吃越多 哈哈 说口感 哈哈 不吸 哎呀 身上保存得很浪 可能面群还可以 面群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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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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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丝瓜都很漂亮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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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第一餐 这餐我们的早餐 十分之那么空腹 至少有烧肉吃 但是为什么来青苑不是吃鸡 周森书又出名 不吃鸡 遲点开个鸡场 哈哈 如果我开个鸡场 你们会不会支持一下我 肥虎买青苑鸡 哈哈 肥虎淡淡淡 不用走啊 周森 记得关注我啊